皇帝啊 从九月间起斗义四起 从河北蔓延到了京师 无数小儿病亡 难以救治 宫中得要慎重啊 士祖皇帝亡于斗义 而圣祖皇帝幼时也得过 宫中皇子公主众多 得小心避斗为上 皇娘说得是 另外宫里宫外禁止炒豆 泼水 以避斗义 太后奴婢去供奉斗神娘娘 气压个体弱 长城宫上下必得谨慎看顾 从今儿起 长城宫不许生人出入 直到斗义消散 知道了 莫勋 是啊 姐姐不记得了吗 她是慧贤皇贵妃的贴身宫女 我当然记得 慧贤皇贵妃身前对她不放心 还送去了古董房当差 只是我在想她找咱们做什么 这个我也不知道 不过 见一见也无妨吧 嗯 家里出白室了 奴婢的额年过身了 所欣 去备下五十两银子 给莫勋的额娘办后事 奴婢这就回宫去取 难得贤贵妃肯给一些赏赐 倒不计较奴婢 曾是帮着慧贤皇贵妃害过您 你不过是慧贤皇贵妃的侍女 顶多也是奉命行事 本宫何必跟你计较 奴婢 奴婢从前都有不敬 只能以死抵罪 只是贤贵妃既然赏赐 五十两银子怎么够 奴婢给额娘办完丧事 很快就要办另一个人的丧事 要给也是一百两啊 此话怎讲 奴婢的额娘死于窦义 今早奴婢发现 手臂上长了几个红疹子 所以离你们那么远 你已生窦义 却要见本宫和贤贵妃 该不会也想让我们生了窦义 好替慧贤皇贵妃报仇吧 奴婢一直记得 慧贤皇贵妃哄前有多恨皇后 奴婢答应过主 一定会替她向皇后报仇雪恨 你命已不报 如何替她报仇 奴婢知道 两位娘娘和慧贤皇贵妃 一样恨皇后 奴婢自己本事不够 所以请两位娘娘援手 你要我们如何帮你 奴婢活到现在 除了侍奉家母 就是殿念如何完成主的 生前托付 直到如今这个样子 才终于有了法子 长春宫最在意 最性命相牵的就是他的嫡子 如今其阿哥病弱 更经不起斗衣一起 莫馨 这件事本宫和于妃做不得 姐姐 姐姐别忘了 皇后当年是怎么害你的 姐姐是从冷宫捞回一条命的人 千万不能再有妇人之人了 姐姐若怕 我做便是 你做和我做有什么分别 七阿哥天生孱弱 活得艰难 你我以为人母 这事我们不能做 姐姐 对啊 不能做 贤贵妃娘娘安 于妃娘娘安 未常在 您下劳碌 贤贵妃娘娘 仔细风冷双寒 您若风寒了呀 这宫里许多事 无人照应 本宫真要回去呢 您就这么讨厌贫妾吗 未常在的话 本宫倒是不明白了 贤贵妃娘娘一直以为 贫妾是攀奴赋奉 不念旧情之人 所以 屡屡冷淡贫妾 却不知 贫妾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啊 你如何一步一步走来的 本宫都看在眼里 有何苦衷 贫妾听说 贤贵妃娘娘 是乌拉那拉氏出身 这个家族既是荣耀 也是负累 想必 您在冷宫受苦的时候 一定不曾忘却自己的家人 所以奋发而起 贫妾也是如此 像贫妾这种出身 所遭受的种种白眼辛苦 您这样尊贵之人 又如何能够体会呢 但是 贫妾不忘家族之心 与您却是一样的 不忘家族并非只有 这一条路可以走 你如今的选择 到底是辜负了一个 真心对你的人 像贫妾这种 父母族人 不能给自己带来 任何荣耀的人 一定要凭着自己 过得舒心事宜一些 真心 这样私己的东西 不能割舍 便也是要割舍的了 你自己选的路 自己走着开心便成了 你自己选择 恭送娘娘 珠儿 您何必要理会 贤贵妃对您的态度 咱与她又不相干 怎么不相干 这皇后生了七阿哥之后 身子坏了许多 贤贵妃又有协礼六宫之权 我当然得小心奉承着 对了 我让你去看 舒品用的什么座胎药 你去看了没有 奴婢打听了 舒品的座胎药 听说是净食房间的 奴婢立刻就去办 好 就称赞一起去 徐公公好 二位姑娘怎么来了 听说徐公公 刚从皇上的养性殿回来 皇上今晚 翻的是舒品娘娘的牌子 什么事 徐公公 进来 徐公公 这是舒品娘娘 试寝后要服的座胎药 其太医让奴婢送来 哥那儿吧 静食房间好了之后 明日进宝工夫会送去 回去吧 请 今日未常在前我们过来 其实是有一事相求 还请公公 借意不说话 我们主说每回她的绿头牌搁一块 她的那块总在后头 皇上不容易瞧见 这不 今晚过来 就是想麻烦公公您想想法子 把我们主的绿头牌往前搁一搁 便是跟在贤贵妃 家妃或书品后面 那也是好的 我懂了 自会安排 其实未常在挺得宠的 还用得着这个 谁不想得宠得久一点啊 我先替主谢过徐公公 好说 那就不打扰公公休息了 我们还得回去伺候主呢 慢走 我先去 主 说好了 奴婢明天就把这药送去太医院 悄悄请太医照样子配出一个来 给主服用 这宫里人人都在喝做太药 只有书品的是皇上亲自赏的 一定特别管用 可是 书品每次试井之后都喝 也没见他玉玺啊 那是他自己没福气 太医都说了 他身子单薄 不易有孕 所以才喝做太药啊 不过 你还是去好好查查 这到底是不是上好的做太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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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